八铁无人机八进八出 投下大量武器弹药 难道印度防空形同虚设 或许关键在于它的功劳 近期以来 国际舞台可威是异常热闹 重通地区的美伊之争尚未落下帷幕 亚洲大陆上的火药桶又岌岌可威 稍有不慎就要引起战争的全面爆发 而这一切都源于称霸世界的野心 美国也好 印度也罢 想要通过武力手段扩张的心思从未消减 如今 印度对克什米尔胜券在握的信心 被巴基斯坦一个举动狠狠打击到了 据俄美9月25号报道 印度庞哲普邦警方透露 巴基斯坦的无人机9月 曾至少8次闯入印度境内 向巴基斯坦的武装势力 投送大量武器弹药 其中包括弹药 手榴弹和通讯器材的 需要提到的是 两周前巴基斯坦SSG特种部队 就准备从印度边境渗透 只是被印度边防部队 使用热箱仪发现了踪迹 渗透无果后从容退去 巴基斯坦大批蛙人特种兵 从印度多个港口登陆 尽管印方第一时间高度戒备下了一搜捕 但很难说没有漏网之余 从上述渗透结合巴风军机 巴进发出印度境内来看 不知是印度的防御系统形同虚舍 还是巴风的反侦查手段太高明 不过这都透露出巴基斯坦 想掌控战事先机的意图 而且印度所发现的 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在此不得不问一句 之前印度还扬言 一旦开战将彻底击垮巴基斯坦 究竟是谁给的信心和底气 另外从印度旁者普邦警方提供的图像 以及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表述来看 巴方潜入印度境内 所使用的很可能是彩虹3无人机 对此有分析表示 彩虹3采用压实布局和一身融合设计技术 隐身能力十分不足 还可进行离地面30米的超低空飞行 而印度在边境部署的防空系统 大多是萨姆6 天空等老式防空系统 60米以下的飞行器根本捕捉不到 因此八进八出才得以实现 正因为这样 布莎巴基斯坦人表示 当初采购彩虹3还真是明智之血 不过虽说彩虹3的特种作战情报 搜集能力不足 但其有效载荷还是太小了 而彩虹4在动力系统 武器系统 载荷能力上全面超越彩虹3 相信有了彩虹4 巴铁能更好地对付来犯之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